清代的建筑后来就开始缩矮 它为什么矮呢 它省材料 清代人口增值以后 从面积的角度上讲 从人均面积 它肯定是在缩 所以盖房子的时候 导致房子的面积越盖越矮 甚至在原来的空间中加上一层 加上一层 加上一层以后 那你一层空间就显得没那么高 我们今天住房子 也是希望屋里层高高一点 我记得前些年盖房子 就是上个世纪后期盖的房子 往往都比较矮 它一般层高都控制在2米5 2米8 都算高的了 我甚至进过有的房间是2米2 2米20多高 就是我这样的个 伸直了手可以摸着顶 那就很不舒服 它在长时间在屋子里很压抑 我们今天在家里住 这个空间比较舒适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够3米 那3米5就非常舒服了 3米2也很舒服 3米那就算舒服 但低于3米相对都有压抑感 那么我们说 这个房子到了近代 近代的住宅就发生巨大的变革 那近代主要是民国以后 首先是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 再加之出现了水泥这样的建筑材料 还有钢筋 那西方的建筑思想传进来以后 就开始出现了楼 小洋楼 因为当时都是受西方人影响的 过去人盖房子 特别注重外表 就外面得好看 所以呢 就是这种小洋楼就出现了 这小洋楼呢 有的是外国人建的 有的就是咱中国人自个儿建的 南北方都有 你比如北京 北京这个天津都有 上海也有 各地的风格都不一样 北京民国味道最足的小洋楼呢 现在保留下来的 还有这个东四和东四十条把口 那儿的这个段七瑞的执政府 有这个京师女子学堂的旧址 还有东郊民相 还有孙中山的行馆 府人大学的这个旧址等等 这些都可以去看看 那么我呢 原来就是八十年代初 我调到这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 那中国青年出版社呢 是一个王府老房子 然后这在东侧 西侧呢 就是一个民国的小洋楼 特别有意思 这出版社呢 一进去既有民国的小洋楼 三层 那小洋楼还是三层 然后又有这个清朝的大王府 可惜呀 可惜呀 后来单位缺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利用率低嘛 把小洋楼先拆了 后来又把这大王府拆了 那时候呢 文宝做的没有现在这么好 要是现在这种文宝 绝对不允许你拆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去天津啊 天津五马路那一段啊 都能看到各式风格的小洋楼啊 那个楼呢 都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啊 今天去都保留下来了 那上海就更多了 上海呢 我觉得上海啊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上海本身对这洋楼就就有有追求啊 其实它这里有很多很大的这种洋楼啊 比如现在有一个保存下来非常完整的叫马勒别墅啊 它主建筑呢 是三层啊 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挪威风格的建筑 你听着这很有意思吧 其实咱也不太懂 我告诉你就有点像童话世界里的城堡 它当时是一个英级的犹太的富商 它就叫马勒 所以这别墅就叫马勒别墅 它是为他女儿建的啊 他女儿这个有一天早上起来跟他爸说 说爸 我梦里梦见了一个哎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他爸就说那你给我画出来吧 然后这女儿就把梦中看见那个房子就画出来了 我想这女儿是画画是有天才的 要不然画不出来 我梦见过好多你让我画 我肯定画不出来 这女孩呢就把她梦中的那个城堡就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呢 这就等于是出现了第一张图纸 这爹呢就爱女心切 他就用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把这马勒别墅盖出来了 今天马勒别墅呢 还是一家餐厅啊 还能住啊 有机会到上海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看 不住在里头也吃顿饭啊 前面还有草地花园的 看的时候感受非常震撼 可惜啊 这马勒呢 盖好了房子一天都没住 就被轰出中国了 就离开中国了 所以这份文化遗产呢 也是一个特定时期啊 在民国这样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建筑啊 今天我们来回过头看这种建筑呢 它都是带有一种文化色彩 这种文化色彩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很难去分割的 我们的建筑再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 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啊 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呢 是我们从战争年代走过来以后呢 国泰民安 人口增值特别快啊 那人口增值特别快呢 它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房屋的增速达不到人口的增速 刚解放的时候呢 我们有多少人呢 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就是四亿五千万人 那么没过多少年啊 1958年的时候 毛主义写了一首诗啊 叫这个宋文神 他其中就写有这么一句嘛 叫春风阳柳万千条六亿神州进顺遥 你想这个58年 49年才十年增加了小两亿人啊 大概是到了七十年代 我们就九亿到十亿人 人口就翻翻了 由于人口增值速度太快 当时候新中国建设呢 主要都是生产嘛 所以对住宅这方面呢 这个投入不够 导致呢 这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的有十多亿人口的时候 那个住宅面积呢 并没有根据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多少 所以就显得特别拥挤 北京好好的四合院啊 本来是一家人住的 后来就变成几家人 甚至十几家 几十家人 举在一个过去一家人的院子里 你想想这院子能好了吗 所以就丝大乱建 盖了很多小房子啊 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啊 它就是理弄就是胡同嘛 它的阁楼啊 盖成那小房子叫鸽子龙 什么叫鸽子龙 就人进去根本都站不起来 我当年到上海去买一些这个文物啊 去到人家里 我记得我有一把很好的子坛椅子 是在一个人家的二层阁楼上看见的 那接上去以后 我根本都直不起腰来 都磕脑袋 在上面居然有着国宝级的家具 你可见当时人居住的环境 有这个有多么紧 最紧的啊 就是一家人 一个人都合不到一张床的面积 就是一个人合不到两平米 那除了睡觉啊 任何其他活动都得上屋外头去 所以那时候你看得很清楚 走廊里做饭的啊 这个有公共厨房子已经是很好的 甚至很多人常年就是在马路边上做饭 在家里吃饭 在马路边上做饭 把炉子拎出来 那么当时的这个公共设施 当然比较好了吧 比如有公共厕所啊 我们现在的公共厕所当然也更好 但是没那么拥挤了 还有公共的澡堂子 大部分人的洗澡都是到这个公共澡堂子嘛 那么其实我们到今天啊 尽管盖了这么多房子啊 全国各地盖了多少房子 我这也没有统计 也没看到统计啊 但是仍有人住的很少吗 这个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还有新闻爆出 说这个 说上海有六个人挤在八平米的房子里 这我听了都太恐怖了啊 说也没法拆监也没法卖啊 说你卖给多少钱 他都不能重新的去有地方去住 所以有很多人啊 所以有很多人你问问他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住的 不用说军队公共澡堂的设施很完好 再有就是到了地方去到了工厂啊 都有澡堂子啊 有的澡堂是发的有的澡堂是买的一毛钱五分钱啊 到时候就可以去这个洗澡啊 这个一到洗澡日 那时候有的澡堂子呢 是分担双日的 单日男的双日女的也有那种大单位 男女澡堂子都是完备的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啊 觉得经常在路上啊 在路上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在单位啊 在军队大院看到刚洗完澡 从澡堂子出来的那种漂亮少女 手盆里啊 不是手盆 那脸盆里端着老三样 老三样是什么呢 肯定是香皂或者肥皂 毛巾还有一双拖鞋啊 这个端着出来 就是那种景色你今天是看不到了 我记得我们最早那个单位啊 就是军队的那个大澡堂子里 都是木塔拉板 那木塔拉板大概有三公分厚吧 就是一个木头鞋型的 然后一个皮带遗迹 走在里头穿着极部跟脚 走起来变啦叭啦叭啦乱响 后来后来 多少年以后才开始有这种 我们现在说的塑料的这种拖鞋啊 北京的澡堂子啊 我这个因为我在单位的这个 一直有单位嘛 小叔跟着父母的单位 大了有自己的单位 所以很少去街上的澡堂子洗澡 去没去过去过 那是陪朋友一块去 当时洗澡两毛六 我记得很清楚啊 两毛六一张票 你要搓澡呢 再加一毛五 你就可以搓澡了 那现在的这个澡堂子啊 我们今天呢都不叫澡堂子 叫洗浴中心啊 洗浴中心大池子都坐得特漂亮 里头还喷着水 有的里头搁着雄狮啊 什么都有啊 那水都清澈见底 我们小时候澡堂不这样 我们小时候这澡堂子啊 水是浑的 有多浑呢 就是你能想象那水有多浑 它就多浑啊 熬得跟一锅汤似的 手往下搁啊 十公分就看不见手了 那水是特脏永远不换 那水永远用气把他滋热了 然后人一去在那脏水里泡着啊 你那时候那个景色很有意思 人一下去就看不见身子了 就剩一头了 泡在里头 泡发了以后呢 再去互相搓背 那时候也很少有人去花钱再去搓 最后到淋浴那儿冲干净走人 那么今天 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都得以巨大的改善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卫生 就是你这个洗澡 第二是上厕所 这两个都在家里得以解决 我们现在的新的房子 肯定家里都有这个设施的 过去家里有这个设施的人是很少的 尤其这种坐马桶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中啊 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吧 对居住的这种体验呢 只会越来越高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就是你支付钱财能力范围呢 趋向于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取悦于自己 在家里主要是取悦于自己 我们这些年呢 住宅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的房子太小 我们人们都是想当然的认为啊 住宅肯定是越大越好 但是多大才算大呢 我刚才这房子还真不是越大越好啊 那么我有一朋友家里盖了大房子啊 就招待大家去玩玩 玩的时候招好几十个人的屋里都显得很空旷 那我说你这房子太空了 这么大的房子啊 你住在里头能舒服了吗 他说反正都盖了 那不住也得住 隔了几年我再去的时候 忽然发现他们家人都不住那宅子 都住那个 原来给客人盖那个小房子里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住那呢 他说那有好多不方便 说那房子太大了太不方便了 一旦没人的时候 家里就一两个人的时候 这屋子里还让你恐惧 说我说那有多不方便 他说有多不方便 我告诉你有一天我手机丢了 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玩起来上厕所 他走好多步 越走越恐怖 有时候还发生 这个屋里还发生异响 就很吓人 你没有这种居住经历 你是不知道住这种大房子的恐怖的 也不知道住这个大房子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难过 他不拢气啊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大宅子 然后把他那90岁高龄的老母 接过来住 弄着一堆的人伺候 他的老母是从小是在北京南城胡同长大的 那胡同 南城胡同本来就拥挤 他在那里长大的呢 他跟左邻右舍啊 街坊四邻都形成了一种人际关系 见谁都打招呼聊天啊 说现在这大房大是大 好多人伺候他 他没法跟人聊天 说一天最有 一天最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围着那那个鱼池子 拿那个大白馒头 被紧理啊 那房子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就是吓人 所有的家具呢 原来都是溜边放 现在都往中间放啊 显得这个屋子紧凑一点 然后呢 老太太趁着他不在 偷偷跟我说 这房子 哪是住人的房子啊 就是不舒服嘛 后来呢 他自己那大卧室也是超大 我老说我们都希望卧室 大一点 舒服吧 我告诉你 卧室大了最不舒服 这个如果你的房高再高一点 你那卧室只要大过一百米 二百米 你晚上一睁眼 你觉得就像在仓库里值班 你知道吗 非常不舒服 你看连这个乾隆 乾隆皇上退休那卷秦斋 这个他的过去的进兴灾 三西堂都特别小 他那个卷秦斋 那个卧室和他呆地我都看过 那房矿 这个门矿都快撞脑袋了 我说这皇上住的地儿怎么这么小啊 他不愿意住大地儿 因为大了以后 心里很犯空 睡着不踏实 幸亏中国人还有那种架子床 拔布床架子床 能围个帐子 形成一个心理小空间 如果完全这个大厂四开的 你房子不要大 就一百米就够你一瞧的 你要说二百米的一个卧室 通高再高点 你真的是晚上睁不开眼 睁开眼你就紧张 我们这些道理都是慢慢知道的 就是你想象跟实际当中 肯定是要有一个差距的 就是我们想象房子越大越好 实际上不是这样 还有一点 你比如我们最早的楼房 大概二十年前 我们的楼市 楼房很多卖的高级的都是越层式的 进了家有两层 我九几年 我第一次买房是九七九八年 买房的时候我就去 人家都想所有的房地产项目的好一点的房子 全是在家里要越层的 要上一层 至少要上半层 我就不特烦这事 我说才好容易到家了还上啥楼梯 我就找大平层 没有 那时候整个都走遍了北京市当时的房产交易会上的几十个项目里 没有一个人提供这种平层 就是我说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想想你在家里 你刚上完楼 你忽然想起一东西落在楼下 你还得走下来拿 这多不方便 觉得很不方便 可是那时候的人就这观念 觉得家里能上一层楼都特酷 现在人当然没人盖这房子了 现在人都喜欢大平层了 其实这都是全世界的趋势 资本主义早期的时候也喜欢盖这个豪宅 大别墅 对吧 你今天你去欧洲去美国 你去日本 豪宅就那个早年一百年前的盖的那个别墅都便宜着呢 我看过欧洲的大古堡就卖一块钱 便宜吧 你给一块钱 你甭管什么钱 你就甭问是什么钱了 一块钱买完就是你的 但是你居住的成本很高 你的土地的每年要交的税 物业税 你不能改造它 你那个要保持它的那个环境 要保持它的这个外观 这些都是要巨大的成本 那种古堡住你一年 你每个几十万美金 你根本扛不住的 所以现在很多古堡 它交通又不便 所以很多古堡在国外并不贵 我也一朋友 我一朋友当年呢 这个在美国反正也是发了大财了 发了大财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豪宅 买一豪宅呢 买那个美国啊 它有一本书 那书呢是美国一百 一百个最著名的豪宅 他买的是那书里 还是前几位的一个豪宅 其实没花多少钱 就买了 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 说老马呀 说这个你得给我找点 中国的那个乡村家具 便宜的 说我这得弄个几集装箱 这屋里太空了 然后他买了一集装箱的 那个中国的那种柴木家具 买了满满一大箱 到了以后那屋子分都分配不了几件 他说我数了数 这屋里光厕所就29个 我说你一天上一个厕所 上完了 也就一个月就过去了 所以你说你这个买这么大宅子有什么用呢 他唯一的一个乐趣就是买完了以后 办了一个酒会 招待大家玩了一次 剩下的事就变成是一个累赘 最后就是想办法把这房子卖了 是吧 那么酒会一散 所有人都说你看这俩 这俩人就是脑袋进水了 傻了才买这房子 确实是这样 我们今天如果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过去住这种古堡或者大四合院 你比如五进的大院子 你不是一个大家族 你不是有个几十个人口的家族 你真住不进去这里头 你住进去里头太空旷了 就是你的气不拢 不拢就散 一散这人就没精神头了 所以房子住宅一定不是越大越好 一定是合适为好 那么这什么叫合适呢 那每个人的心理承受不一样 就是以你平时没人的时候 就你一个人独自在家的时候 不难过为好 这就是界限 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中国人的住 住呢 房子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家具 家具 家具呢 我以前在节目说了很多了 大家对家具特别有兴趣的 往往是古典家具 比如我前面这桌子 就是紫檀的 我坐这椅子呢 是黄花梨的 那我看看这环境呢 这都是西式的 你比如这是一个茶台 圆形的 这是一个沙发 独座一个人坐 那么这些书柜都是很简单 朴素的现代家具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双人的沙发 那么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种西式家具 那过去呢 是就是一看着人有没有钱 就家里状态怎么样 就一进门就知道了 你使用紫檀花花梨家具的人呢 那肯定身份地位都高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明朝 这个后期啊 家境万历时期 那么明朝的这个 紫檀花花梨 是我们家具的一次大的飞跃 它影响到清朝 尤其清朝后来的康乾盛世啊 社会富足啊 有钱人多 所以呢 我们的紫檀花花梨家具 在很长的一个一段时间内呢 就是中国最名贵的家具 那中国呢 这个过去 我们有一个朴素的美学观点啊 这个美学观点很简单 就叫对称 我讲过很多次 对称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第一原则 就是我们的盖房子也是对称的 家里摆放也是对称的 要不然咱们没那种 那种大厅堂啊 一个大条案 两把椅子 中间搁一扒仙桌啊 案子上一堆大胆瓶 它都是左右对分的 我们的过去的卧室啊 卧室呢 这个在明朝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睡觉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呢 是因为就是大量的使用 拔布床和架子床啊 你比如我过去一直 这个误认为 这种床南方多 北方少 其实在我们的北方 比如山西 陕西啊 河南啊 山东地区 架子床也很多 也不仅仅都是睡炕啊 睡炕呢 往往是华北再往北去 东北肯定是睡炕 要不然冬天受不了吗 炕是能烧热的 华北地区也有很多 就是 烧炕的这种 居所啊 它烧炕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冬天的生活成本 比较 比较便宜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只需要把炕烧热了 这屋子就暖和了嘛 那么再有就是 罗汉床啊 三面带围子 有方向感的床 中国的床都是有方向感的 跟西方床不一样 西方床没有方向感 它就两边自由上下 所以西方人 我老跟西方人开玩笑 我说你们闹男女平等 从床上就开始了 因为你是自由上下的 那中国的床 不管你是拔布床 还是架子床 还是罗汉床 你是单边上下的 所以它就有了先后 有了主次 有了尊卑 它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比如衣架 我们今天的衣架 都是在衣柜里 都有衣服架子 单独去挂着 过去中国人的衣架 就是一字的 就是摆着那 卧室里有搭在上面 就可以了 它有很强的那种 视觉的装饰感 那屏风不用说 我们今天家里 很少有人用屏风 因为家里 首先你没那么大房间 而且古人的房子 我们刚才讲了 就古人一间是一间 它可能是个大通间 它就靠屏风临时遮挡 我们今天一间就是一间 那房子 一般老百姓家里的房子 单间的不会超过50米一间 所以它用不着这个屏风 再有就是香机 香机 你看看古画上经常画 古人烧个香 干什么 拜个佛 都单独有个香机 我们今天就没那么讲究 所以这些杂具类的家具 今天更多的是 作为展示性的家具 或者说作为教育性的家具 出现 你在博物馆里可以看到 对不对 你要今天来官府博物馆 你看这些东西都能看到 那我们现在住楼房 古代家具的体量相对都比较大 比现在家具大 没有办法在这种过小的房间里摆放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户型 都是各种各样的 是吧 这个也没法再过度的去讲究这个对称 那不讲究对称怎么办 房子小怎么办 上个世纪 80年代 就我 我结婚的年代 流行过一阵子叫组合家具 什么叫组合家具 就把所有家具组合成一面墙 省地方 还实用 组合家具 就是说 这是格子 各东西 这个地方可能翻下板了 孩子能写作业 那个地方 这个是抽屉 那个地方是柜门 就是上面是价格 还能摆古董 所以他把这个组合柜 做得特别复杂 他省地只占一面墙 其实这种组合家具 是居住面积过小的一个产物 后来我们的房子改善了 这个组合家具 也就不见的消亡了 就没了 其实中国人的家具 这个发展挺早的 就是我们 我们老说唐宋是个界 宋代的时候 中国家具基本上就成型了 你比如桌子 桌子 桌子 它为什么叫桌子 它就是高起来 原来我们坐在地上 突然把这桌子坐那么高 所以那桌子就写成桌 就卓月的卓 卓然而立 椅子很简单 椅子是靠着的 倚靠 所以桌和椅 最后都把偏旁改成木子 桌然的桌 不是底下是一个石子 改成木子 倚靠的椅 单立人改成木子边 所以 因为大部分家具 我们古老的家具 都是木头做的 今天你说我的家具是钢管的 是铝制的 是合成材料的 是塑料的 这个都可以 古代只有木头 所以桌椅都跟木子有关 那么 我们都讲过很多了 简单的不多说了 我们最早欧洲 欧洲人都是垂足坐 所谓垂足坐 就是我们现在坐椅子上 两个腿垂下去 亚洲地区都是席地坐 就我们盘腿坐在地上 所以铺着席子 那你仔细想 2000年前 2000年前 欧洲和我们亚洲分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 只有我们 亚洲地区 只有我们 彻底告别了席地坐 我们留下的 残存的文化痕迹 就是词汇 比如我们说过 席位 宴席 主席 这些都跟你早年坐席子地有关 那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这种习惯呢 就是中国人特别善于学习 你比如我们坐姿就有很多种 坐在地上的时候 坐在席子上的时候 第一种就是寄坐 所谓寄坐就是跪坐 跪在那坐 那是最为正规的一种做法 再有就是肤坐 就是盘腿坐 再有就是鸡坐 那是把两个腿往前伸 那种就属于很舒服 但是很不文雅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要想更多的了解这个 就有机会 可以看看我早年在百家讲坛讲的家具片 那个内容非常多 我们在这种节目里说不了那么多 我们真正家具的革命呢 是进入了民国 进入民国以后呢 就刮起了西洋之风 有了所谓的中西结合的这种家具 那么18世纪的时候 其实欧洲刮过很强的中国风 这个中国风情呢 是在大概在这个17 18世纪 就是这个我们 就是欧洲整个东印度公司 大量的这个在中国买商品的时候 那我们的这个中国风 实际上是全欧洲的时尚 当时的这个中国 当然也包括了整个以中国为主体的这个东亚地区了 外国人分不太清楚 你中国 日本韩国 什么和一些细微的区别 他分不清楚 我们非常容易分清楚 那么他们把这些东西呢 拿过去 加上他们自己的灵感 这个创造出新的一种风格 这种呢 就基本上叫中国风 这种中国风呢 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到欧洲去 你偶尔看到一个亭子 你觉得这亭子有点怪异 那肯定是中国风 你到这个欧洲很多宫殿里去看 凡是你看到突然眼睛一亮 觉得很亲切 很熟的地方 那一定是受中国风影响的地方 可惜啊 我们今天我们的家具 我们先说家具 没有出现更新的 带有标志性的中国风家具 我们今天的家具 都是在老家具中改良改良 或者新家具中呢 加一点古典的文化符号 我真的特别希望 我们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有这么一天呢 我们中国人能设计出一种 又实用又美观的新中式家具 而这种中式家具呢 让世界上各国的人一看 就是中国人设计的 如果到那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在欧洲再一次刮起中国风 那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一天